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感谢主 在我们这个美好的晚上 我们一起来聚集 来敬拜神 我们也借着这个宝贵的时间 按照我们预定的进度 来分享圣经方面的道理 那现在呢 请我们方便的话 打开自己的讲义 我们翻开讲义的第五页 我们翻开讲义的第五页 我们继续来分享 神在历史当中 对祂所捲选的这些 以色列百姓 在不同的年代 对着不同的人 分别立下了 永不改变的盟约 而这个约呢 对于当时的以色列百姓 包括他的人 他的国 以及我们今天的救恩 带来非常多奇妙的恩典 那么我们一起来分享 第三个部分 就是祭司之约 首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民宿记的 我们来看一下 民宿记的25章 我们请看一下 民宿记的25章 民宿记 我们来看一下 民宿记的25章 民宿记25章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十节 民宿记25章的第十节 旧一圣经是198页 198页 我们看民宿记的25章的第十节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祭司亚伦的孙子 以利亚撒的儿子 菲尼哈 使我向以色列 所发的怒呢 消了 因为他在他们中间 以我的祭血为心 使我不在祭血中 把他们除灭 因此你要说 我要将我平安的约 赐给他 这个约呢 要给他和他的后裔 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 因他为神有祭血的心 为以色列人来赎罪 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一段经文 事实上 它是在祭司制度之后 所发生的一件 一个非常称职的祭司 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在那个时候呢 以色列百姓 他们已经从这个旷野 在神的带领当中 渐渐的要来走到 这个迦南地 但是在沿途当中呢 已经过了一个地方 叫做巴勒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呢 这个王呢 他不甘心 他也产生了一个嫉妒 他也想说 也要让这个以色列百姓 他们都能够在这个旷野当中 变灭绝 因此那个时候呢 他取用了一个 就是外邦的 异教的一个先知 叫做巴勒 这个巴勒是当时的一位先知 当然这是异教的先知 那么这个巴勒呢 就请这个巴勒呢 来用他的宗教上的方式 对于经过旷野路 经过他们 这个国境 这个以色列人 用到一种宗教性的咒诅 要来咒诅 这些以色列的百姓 当然呢 神的百姓 岂是他们能够咒诅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咒诅的过程当中 神特别的干预 神也让这个巴勒 在这个当中 被神的这个灵所影响 因此呢 离会说话 然后呢 在整个巴勒的这个 献祭的过程当中 他本来想要讲咒诅的话 结果在神的干预 跟影响当中 他既然呢 讲出这些赞美 或是祝福的话 所以呢 本来啊 这个巴勒这个王啊 希望巴勒这个异教的先知 能够讲咒诅的话 本来都讲到一些祝福的 所以当然这个王啊 巴勒当然不高兴 那虽然是不高兴 但是呢 他还继续要求 这个巴勒 想尽办法 要让这个以色列百姓啊 在整个旷野路当中啊 有左偏 甚至得罪他们的神 因此在我们所看的 这个民宿记的25章当中 看到以色列人呢 他们来到一个石亭的地方 那么来到石亭的地方呢 他们就被这个巴勒的这个轨迹啊 所影响 所以那个时候呢 有非常多的以色列百姓啊 他们啊 跟这个异教呢 发生了一些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25章的第一节 民宿记的25章的第一节 以色列人住在石亭 百姓以摩押的女子呢 摩押的女子 行起这个邪 淫乱 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 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 百姓就吃了他们的祭物 会拜他们的神 在古老的这些宗教当中呢 宗教的本身 它带有非常强烈的 一个淫乱的一种行为 也就是说 在他们的淫乱当中 世上就是在敬拜 他们这些外教 异教的一个神明 所以看起来 用着一个淫乱的方式 来迷惑以色列的百姓 进而呢 让他们心啊 偏向雨雪之后 他们向了这些 异教的偶像来跪拜 而这个动作 或这样的一个计谋 原来就出自这个 巴兰的计谋 好可惜啊 以色列百姓 他们不能够警醒 也不能够分辨 因此在整个淫乱的迷惑当中 不但犯了淫乱 奸淫的事情 反而呢 又拜了这些偶像 因此呢 就惹神的愤怒 那么当百姓 在这个迷惑当中 陷入到罪的里面 当然能然有非常多的 这些领导者呢 他们呢 还在众人面前 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 这件事情 已经惹到神的愤怒了 因为一般的百姓 他已经违背了 这样的一个诫命了 连这些带领者呢 公开 公然的 跟这些磨压女子 来犯这个言论的事情 又来膜拜他们的偶像 所以呢 神就震怒了 那么在神的震怒当中呢 就让他们 就让他们呢 染上一种瘟疫 因此在这瘟疫当中呢 以结束的角度来看 那一场瘟疫呢 总共死了 两万四千人 两万四千人 那么为什么 在这个瘟疫当中 他这个瘟疫 停了下来 然后来统计 这段期间 死亡的人数 是两万四千人呢 是因为当时有一位祭司 这个祭司呢 跟神一样 有一个记写的心 他很清楚 分辨是非 他也知道 这个淫乱的行为 绝对是不对的 不但淫乱的行为不对 又借着淫乱 来向这个外邦的神 来敬拜 这已经违背了 敬拜独一真神 这样的诫命 所以呢 这个菲尼哈呢 他有这么一个记写的心 所以在圣灵的感动当中呢 他拿着枪啊 向那个正在行淫乱的人呢 扎了一下 因为这样呢 有这么一个记写的心 神呢 就在那个时候 是温义的人 就能够 因为这样 免以后细的这样一个 神的发怒 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神就特别 对于这个 有记写之心的 这个菲尼哈 给他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祝福 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盟约 而这个约呢 在我们圣经里面 叫做平安之约 平安之约 也就是说 我们从整个神 以百姓立约的过程当中 这时候 他针对着菲尼哈 也就是对着那个祭司 来定下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盟约 一个非常重要的盟约 这个约是什么 祭司之约 因为祭司呢 要在整个选民的信仰的 这样的过程当中 要来维系 也要来领受 一个平安的恩典 所以由祭司的尽责 百姓才能够领受平安 也因为这样 这个国呢 这个百姓啊 才能够享有在 主里面的平安 所以祭司之约呢 就简单的说呢 就是神以他来立约 让他们 以及所有的百姓 能够得着平安的这个约定 得着平安的这个恩典 这就是 这一段经文里面 非常重要的背景 那么我们从这个背景 都知道 祭司呢 他关乎了百姓的平安 如果祭司呢 他能够善尽 祭司的职责 那么祭司呢 所带来的是平安的 是一个平安的 一个环境 跟平安的恩典 那么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假设 这个祭司呢 他没像这个 菲尼哈一样 善尽他的本分 来教导百姓 甚至都没有 祭血的心 那么这个祭司的堕落 祭司的一个堵殖 所导致的是什么 百姓 他们没有神的话语 没有神的道理之后呢 这个平安 就不能从神而来 也就是神的灵离开了 神就让他们陷入到 异教的 或是在整个异国当中的 一个欺负 导致呢 他们没办法得着 真正的平安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明白了 神呢 藉由这个祭司的一个制度 所要带来的 就是平安之约 那我们也可以从 整个以色列百姓啊 从以色列百姓 在神卷选他们 那么赋予以色列百姓 是神的儿女 神的子女的时候呢 特别对这个 以色列百姓 这样一个群体呢 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约定 就是 你是祭司的国度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圣经里面 来做参考 我们来看一下 出埃及记 我们请看一下 出埃及记的 十九章 出埃及记 我们看 出埃及记十九章 出埃及记十九章 在这个第六节 他这样说 十九章的第六节 你们要做 你们要归我 做祭司的国度 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这时候呢 是神 特别来告诉摩西 那么要摩西 来转达以色列百姓 也就是说 今天以色列百姓 是神用着 祂的大能 所捲选出来的 就像这篇经文 所说的 如鹰 将你们背在翅膀上面 特别来归向神的 所以在神的大能当中 让以色列人 从埃及的 这样的一个权势里面 来归向神 因此他们属于神的 归于神的 是神的一个 很重要的子民 而这个子民呢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属灵的 一个属性跟特色 就是他们是属于 祭司的国度 意思是说 这个国家 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以祭司为主的国度 以祭司为主的国度 如果用我们 现在的概念来讲 好像这个国谁最大 这个国应该是 这个领导者最大吧 那如果用总统制的角度 来讲 总统最大吧 总统最大吧 但是呢 在神的百姓当中呢 这时候不是国王最大 比国王啊 更超越的 而且具有指导性功能 影响圣功能是谁 祭司 因此这个国 是以祭司为核心的 那么以祭司为核心 来教导百姓 这个国的特色 就是属于宗教性的 祭司性的一个特色 不是一般的行政的 那种事物性的一个工作 所以在神的角度里面呢 祂要建立的国度 是以祭司为主 因此祭司的好与坏 他关系这个国度 这个国家的强与弱 所以呢 祭司就非常的重要 那么同样的 我们在这边又看到的 既然祂是一个祭司的国度 也就是说这个祭司呢 祂能够按照神的吩咐 善尽祂应有的责任 来教导立法 让百姓都能够在 献祭当中 追求与神和好的 这样一个境界 那么这个国 变成什么样的国度呢 就是一个圣洁的国度 也就是他们国民呢 每一个人 都在这个祭司的教导 这个祭司的这样的 一个信仰的行为当中 每一个人 跟神的关系 就是一种圣洁的关系 这是神呢 特别告诉摩西 今天所捐血的百姓 他既然已经归为神了 为神所有的 为神的子女了 那么他们就是 以祭司为主 一个圣洁的一个国民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知道了 当这个国家的一个 所谓的属性 已经被建立起来了 那么后来呢 这些以色列百姓 他们不能够体会 这样一个属性 因此那个时候 亚伦呢 他独职了 他迷糊了 既然顺从那些 无知人的一个建议 以为摩西不在 就好像神不在的 这样的感觉 所以就把这个 所带从埃及 带出来的金事呢 就打成了一个 金牛犊 把金牛犊定位 我也叫做神格化 说你就是带领我们 出埃及的耶和华 所以把一个 看不见 属于灵的 这样的一个真神 把它物质化 把它物化 然后说 这是金牛犊 就是耶和华真神 这是非常严重的 违背 违背的神 在这个诫命所讲的 不能用任何的一个形象 不能雕刻偶像的 这样一个诫命 所以呢 这个祭司呢 就没有散尽 这样的责任 所以呢 后来呢 还是立位人 他的出面 然后呢 立位人出面 然后用刀呢 把那时候在拜偶像的 把他杀了 所以这时候 我们慢慢的就体会了 原来在神的眼中 我们就是祭司的国度 我们才能够进入到 圣洁的国民 所以祭司的好与坏 关系的这个 信仰的命脉 那今天呢 如果我们就从整个 就业的角度来看看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 祭司真的非常重要 在和西阿书里面呢 他曾经有这么几句话 来提醒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 和西阿书的第四章 我们请看一下 和西阿书 我们来看一下 和西阿书的第四章 和西阿书第四章 第四章 我们看一下第六节 和西阿书第四章的第六节 第四章第六节 就约1057月 和西阿书第四章的第六节 第六节说 我的名因无知事而灭亡 你去掉了知事 我也必去掉你 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 你既然忘了你神的立法 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 祭司越发增多 我就越发的得罪我 我必使他们的荣耀 变为羞辱 然后第八节说 他们吃我名的赎罪祭 满心焉利我名患罪 将来名如何 祭司也必如何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文 是当时的一位先知 叫做和西阿先知 他在那边责备 那个地方的以色列百姓 同样的 当他们用从神的角度 在灵的感动当中 来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之后 他又特别来指责 造成以色列人成为一个败偶像 成为属灵淫护的 一个关键的人物 就是祭司 所以我们看的第四章 就是这位和西阿先知 特别针对了祭司 给予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 就是说你们赌职了 你们违背了神 所设立的制度 因为神所捐选的百姓 他是一个祭司的国度 因着这个祭司的中心 祭司能够履行 他应有的一个教导也好 献祭也好 这样的功能 我的百姓才能够归向神 成为圣洁的国民 但是今天 他已经把这个国的属性 已经混乱掉了 而且祭司也不禁責了 当百姓渐渐偏离神的时候 祭司不但没有把他们扭转回来 反而与他们同流合污 甚至导致于百姓犯罪 最大的关键点 就是祭司失职了 所以在这边说 我的名 因无知事而灭亡 然后你弃掉了知事 我必弃掉了你 使你不再做我的祭司 这里讲到说 我的名因无知事而灭亡 名的知事从哪里来的 当然这个知事 不是说我们今天上数学课 上物理化学课这种知事 这里所讲的知事是什么 是者神所给予百姓的 叫做摩西五经 也就是律法书 律法书是从神而来的一种知事 它必须要教 在教导的过程当中 让你去明白神的旨意在哪里 也因为这样 这个律法它不但地来教导 让你拥有从神而来的知事 那这样你拥有神的知事 你在很多的事情的一个分辨 跟下达决心的时候 你就有智慧的悟性去了解它 甚至你知道我该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百姓他必须有具备 摩西五经在祭司所教导 所得来的这样的知事 可是他就好像没有读书一样 就好像一个没有知事一样 好像就把神的道理忘记了 也因为这样百姓他没有神的知事 好像忘记神的教导了 结果就顺从异教的习俗 也顺从了个人在灵性上的软弱 最后就患罪了 最后就远离神了 那么事实上假定 当百姓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或是这样的行为已经出现的时候 祭司他应该振臂高呼说 你们绝对不能这样做 祭司就好像要记喜的心 就像西乃三下 亚伦的那个时代 百姓拜偶像的时候 第一位人配的刀 就是杀那些敬拜偶像的人 就像菲尼哈一枪一样 让那些公开刑引的这些带领者 死于在这种枪的刺杀的过程里面 但是祭司在这个时候都没有任何的作为 反而同流合乌 反而又什么 好像很高兴他们做这件事情 那么圣经里面有一句非常好 好像带有藐视的味道 是什么呢 这些祭司好喜欢你们去献祭 献什么祭 好喜欢你们去献这个赎罪祭 因为赎罪一陷的越多 我的那个牛 我那个羊 量也越多 我就可以吃不尽 所以很多人形容什么 吃得灰灰胖胖的祭司 事实上就是吃百姓的罪恶 所以那个肥胖代表什么 是罪恶所撑出来的那种 贪婪罪恶的心 这个祭司看到百姓 他已经远离神了 这时候就应该说 你们要减少赎罪祭 减少赎罪祭 为什么要减少赎罪祭 赎罪祭就是说 你已经知道你有错了 你偶然间 你不知情间 你回想之后 你发现了你做错了 因此用赎罪祭来向神悔改 然后用祭物来忏悔 用祭物表明我要更新的戒心 所以如果是你一个虔诚的人 你在偶然中犯了罪了 你内心被灵所苛责 你愿意悔改 借由祭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祭司会跟你讲 以后不能再这样 不能再犯罪了 所以一个人的祭物 也就是赎罪祭 如果越来越少 表示他的灵性是越来越好 用圣经的精神来讲 固定的番祭数祭不谈 应该是平安祭 是越来越多才可以 所以祭司乐于看到的是 他的百姓 在这个平安祭的量 那个次数是越来越多 但是反而今天看到 他的百姓是说 赎罪祭是越来越多 越多越好 越丰富越好 哪有这样的祭司 那如果真的有这种祭司 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祭司已经无神的道理了 那么既然没有神的道理 他会教导立法吗 那如果不教导立法 百姓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百姓就变成没有知识 所以百姓不教导立法 当百姓又 百姓没有得到立法的教导 当他们的行为偏差的时候 祭司又没有及时出现 所以祭司的赌值 百姓越来越败坏 罪行就越来越大 这是我们从和西阿书里面 让我们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后来我们在旧会圣经里面 还有预言 他也特别来提到这个部分 我们来请看一下马拉基书 我们请看一下马拉基书 我们请看一下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 马拉基书第二章 马拉基书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 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第一节 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第一节 他说 这里讲到祭司应有了个子分 但是如果说神把这个诫命已经托付给祭司 而这个祭司既然不听 也不放在心中 那么本来你的职份是应该承受生命之约 平安之约的祝福 那这个祝福就拿掉了 拿掉之后就是什么 就是咒诅了来道 所以这时候马拉基书先知 就是来告诫当时的祭司 你要想想看 你这个职份是何等的荣耀 神曾经与你们祭司立过约 而且透过这个约 不但你还有你的百姓 要享有从神而来的平安 他不但是个荣耀的 他又是平安的源头 你要好好的守住这样的一个诫命 然后把这个诫命的知识 教导给百姓 所以在当时 每次在献祭之前或献祭之后 都有祭司的教导律法 然后祭司举起他的手 向当时在献祭的人 给予他们非常厚厚的一种祝福 但是祭司今天没有了 那这个马拉基 后来又跟他们讲了一些勉力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五节 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第五节 我曾与他立平安和生命的约 我将这两样赐给他 使他们存敬畏的心 他就敬畏我 既怕我的名 真实的立法要在他们的口中 他嘴里面没有不义的话 他要以平安和正直来与我同行 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 祭司的嘴应当存的知识 人也当由他的口中来寻找立法 因为他是万君之耶和华的使者 这些经文已经很清楚地来告诉我们 祭司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也就是神所拆派的像天使一样 是个使者来宣告神的立法 来教导神的立法 让我们能够明白立法 按照立法的内涵来遵行 过着一种圣洁的生活 但是我们看到 那个时候的祭司 他堵职了 祭司没有尽到这个本分 所以后来在圣经里面 有非常多的先知 对当代的祭司 在整个职份里面 给很大的一种感慨跟责备 在旧约里面 有几段经文 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来看一下弥迦书 我们来看一下弥迦书的第三章 我们请看一下弥迦书 我们请看一下弥迦书的第三章 弥迦书第三章 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 弥迦书第三章的第九节 第三章的第九节 9月是1089月 第三章的第九节 雅各家的首领 以色列家的官长 当听我的话 你们厌恶公平 在一切事上趋亡正直 以人的血来建立西安 以罪内建造耶路撒冷 首领为了贿赂来行审判 祭司为了顾驾来施训悔 先知为了赢钱行赞谱 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 耶和华不在我们中间吗 灾害灾祸 也必不临到我们 所以因你们的缘故 西安必被耕种 像一块田 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 这殿的山 必向丛林的高处 这里讲到祭司的赌质 在十一节里面 有讲到首领 也有讲到祭司 也有讲到先知 这三个职份 这三样的一个角色 稳定当时以色列的信仰 是有绝对的一个帮助 那么行政上 一个仲裁的角色 就有先一般的首领来做处理 也就是所谓的官长 他们夫妻 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上的一种 所谓的仲裁 审判 调和的角色 但是这个祭司 他要做什么 他就是本以摩西立法的知识 来训回 来教导 让他们了解 神的百姓 应该怎么样来讨神的喜悦 当然先知 他是神的代言人 有神的灵感动 给予他们对现在跟未来 非常多的一种启示跟引导 这是当时非常重要的 一个职份 那么其中就讲到了祭司 那么祭司 他是为了顾驾来施训回 意思说 你给我多了钱 我就来教教课 我就跟你讲讲圣经 我就跟你讲一些深入的 我就讲圣经里面你要的 也就是说 投其所好 投其所好 有一些教会 在整个礼拜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也觉得很好 在我们的教会是没有这种现象 在有一些教会 有一些教会 当他们在这一场聚会当中 那么听到这个牧师 他整个讲道的内容 他们觉得 这个牧师讲得很好 那么当牧师讲道 他们认为讲得很好的时候 在这个奉献箱的地方 就会出现非常多的 一些奉献袋 那么奉献袋都会指明 写给牧师 也就是牧师的名字 或是他的姓 就把它写下来 意思说 这个教会里面的财物 如果从奉献箱 或是从这个人的手中 拿到这一个奉献袋的时候 他已经指明了 要给这个牧师的时候 就是不归教会 就归牧师的 所以很多的教会 他们在聚会晚以后 有些人听到 这个牧师讲道非常好 所以他们就被感动 然后拿一个信奉袋 奉献袋 就装了若干的钱进去 就交给了牧师 因此牧师 就靠了这样的一个奖励 靠了这样的一个奉献 也让他的财富就累积了 在就业的话 他说 头起手好 讲你所喜欢听的 本来是不应该的 但是我讲变成应该的 本来是没有 有罪的 讲到最后没有罪 为你偷罪了 你又感觉 这个济师 你好好 你真的很懂道理 很了解我的人性 我给你一个鼓励 我用顾驾的方式 我给你一些额外的礼金 所以很多的教会 都照这种方式去进行 所以当一个济师的体系的发展 最后是因为利益上的关系 而来给百姓失信悔的话 来投其手好 来满足他们欲望的话 而这个教会就渐渐的堕落了 那么以色列百姓呢 因为济师贪爱金钱 为了这个钱固价 然后呢 他就不好好的来教导神的立法 导致呢 百姓呢 整个信仰呢 会严重的一个败坏 那么在耶利米苏呢 他也这样说过 我们再来看一下耶利米苏 我们看耶利米苏的第二章 我们看一下耶利米苏的第二章 耶利米苏第二章的第八节 耶利米苏第二章的第八节 第八节 祭师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 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 官长违背我 先知借巴利说预言 随从无益的神 这里讲到当时整个信仰当中 一个稳定的三种职份 祭师 官长跟先知 他们都已经不谈神了 他们谈什么 他们都在谈利益 谈偏差的信仰 这里讲到祭师 祭师都不说什么 不说神在哪里 应该是要坚定我们大家的心 神在哪里 神在我们中间 神与我们同在 神没有离开我们的 但是今天的祭师他说 神离开我们了 神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了 就像神是一个虚幻的空洞的 那是我们人好像心灵上的一个依托 但它却不实际存在在我们中间的 那祭师怎么讲这种话呢 明明是有神的 神永远与我们同在的 那么祭师既然讲说 耶和华在哪里 神在哪里 你看就等于说无神论一样 等于偏离了这个信仰的核心 那这样怎么教导百姓来依靠神 来敬畏神呢 不单如此 这些传讲律法的人 他并没有在信仰的过程当中 去经历神 去认识神 去体会神 换句话说 神的话语是什么 神的话语就变成学术性的 神的话语变成一般知识性的 神的话语就参考性的 神的话语就变成什么 人间宗教的一部分而已 那怎么会有这样的祭师呢 祭师对神的话都没有一种 尊大的那种敬畏 把它当成稀松平常 跟其他的宗教都是一样的 好像说我讲神的话 讲完以后呢 又引述异教的那些 所谓的带领者的话 或是以人间呢 所谓历史文明里面的古人 责人的话 来跟神的话相提并论 那这样的话 怎么是叫做认识神呢 结果今天呢 带领的祭师 他不经历神 不认识神 没有体会神 那这样的祭师 怎么带领以色列百姓 所以难怪我们再从 圣经的历史里面发现了 当时的国家就这样败坏了 后来这个国家 真的是要灭亡了 所以我们就了解了 祭师的职份 如果说没有尽责 如果没有稳定 老是按照个人的利益关系 来做思考 按顾价来施讯会 然后这些人又说 神在哪里 然后又说 神的立法 我不知道 我没有经历 你参考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 百姓怎么会专心来依靠神呢 那么我们就想想看 神 对于这个 祭师 透过菲尼哈一枪 定下了一个很重要的约定 因着菲尼哈一枪 对于祭师本人 以及这个国 给他一个生命的平安之约 因为只要你尽责 有祭血的心 因为你把百姓 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你就得平安了 那我们后来看到了 以色列人有没有得平安 没有 那么以色列人没有得平安 请问祭师 有没有得平安 祭师也一样 要抓 大家一起抓 所以我们在历代字里面 历代字上 讲到亚当的家婆 也有讲到祭师的家婆的时候 你们也讲到了 那时候的祭师 一样 不是百姓被抓而已 连祭师也要被抓 为什么 因为 你没有教导立法 然后让百姓 在堕落中远离神 惹神的愤怒 最后百姓被捕 那你呢 你本身呢 也好不到哪里去 你最后呢 还是要被掳的 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字上的第六章 我们看一下历代字上的第六章 第六章 我们看掉十五节 历代字上的第六章 十五节 历代字上第六章的十五节 十五节 这个旧约是五百零事业 历代字上第六章的十五节 当耶和华借着尼布贾尼撒的手 掳类了犹大汉 耶路撒冷人的时候 这个约撒达也被掳去了 这个约撒达是谁啊 在这边就讲到 是第一位儿子 也就是祭司的家族啊 祭司的家族 那么祭司呢 本来就是有这个生命平安之约 但是因为他的堵殖 导致信仰的败坏 最后国家灭了 人被掳了 人被掳就被抓走了 那祭司也没有一起被抓 还是一样一起被抓 也不会说百姓被抓 我祭司仍然在这个圣殿里面 我还是高高在上 我还是忽忽忽的过了日子 没有啊 圣殿被毁了 约柜消失了 祭司也被带走了 所以这就一起承受 这样的一个神的刑法 讲白一点 本来是荣耀被人咒诅 本来是圣洁的 现在好像拿了一个 往你的脸 往你的身上 一扔那样的感觉一样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明白了 神给我们的祭司之约 祂是个平安之约 祂是稳定信仰的基础 祂是让百姓圣洁的 一个重要的职份 那么整个就业历史里面 我们看到他没有做到 不但没有做到 他反而让这样的一个恩典流失了 那么后来我们从 新约圣经里面看到 那么新约圣经里面 有一卷叫做 叫什么呢 叫做路加福音 那么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 就我们讲到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祭司 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 我们请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从这个第五节开始 一直到第二章的结束 这里讲到有一个 为主耶稣的一个降生 包括为了施洗耶翰的一个出生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重要人物出现 他就是一位祭司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的第五节 当犹太王叙利的时候 亚比亚班里面有一位祭司 名叫做撒加利亚 我们再看一下第八节 撒加利亚按着班次 在神的面前来供祭司的职份 这里讲到祭司了 那么这个祭司 因为他的角色是如此的重要 他稳定的信仰 在这边又告诉我们 他不但稳定了信仰 又为耶稣救恩 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头 所以当我们要了解 耶稣的降生的时候 在路加里面的编辑 非常强调 而且非常重要 是由祭司来打开的 不是天使打开 耶稣的降生的这样的一个脉络 是祭司来打开的 而这个祭司来打开 是因为祭司关乎我们今天的信仰 关乎我们今天的救恩 所以后来这位祭司 在整个信仰的角色当中 他讲了非常多 有关于耶稣的事情 对耶稣未来的 对我们今天所产生的救恩 他非常清楚地来说出来 那不单如此 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路加福音的 第二章的二十五节 又看到有一位西面 有一位西面 他们在圣殿里面 来做侍奉工作 而这个西面 他也是一个祭司 他也为了耶稣的降生之后 他将来所扮演救恩的 一个走向跟功用 他这边 他也发挥了一定的角色 所以我们从路加福音的角度来看 祭司 他不但稳定地神的立法 他又来开启了神的救恩 那这样的话 祭司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在 祭司的职份当中 好含半年起 那么这个是旧约时期 那我们看到耶稣救恩当中 祭司的角色 那今天想想看 我们今天呢 我们今天就是属灵的祭司 在彼得前书里面说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所以既然我们每一个人祭司 我们就应该要有祭司的风范 要有祭司的这样的一个风骨 有祭司这样的一个水平 也就是说我们要祭写的心 我们要拥有神的知识 不但有神的知识 我们要教导知识 引人来到神的面前 而且我们要像祭司一样 不但教导立法 我们还要为人来做代求 祭司的功能是这个样子